10月13日 山西洋权第二届刘慈欣故乡科幻文化活动周开幕式 即刘慈欣科幻文学馆揭牌仪式在山西洋权举行 洋权是中国科幻作家刘慈欣的故乡 三体 流浪地球 戴上他的眼睛等七部长篇小说 四十余部中短篇小说在此诞生 刘慈欣科幻文学馆位于洋权记忆1947文化园 该馆呈现刘慈欣的成长经历 创作历程 文学成就 以及文学作品转化等内容 我希望通过这个馆儿就是说 让观众能够对这个科幻文学有一定的了解 能够引起大家对这个科幻文学的兴趣 近期举行的第82届世界科幻大会上 中国作家作品获得九项入围 是历届之罪 2024中国科幻产业报告显示 2023年 中国科幻产业总营收1132.9亿元人民币 首次突破千亿元大关 科幻文学它由一个很边缘的存在 变得到了聚光灯之下 但是科幻文学的现状并不像你们想的那么繁荣 首先我们能看到的受众比较大的 比如三体这本书 它其实是一个偶然现象 中国的科幻文学的现状 它并不是一个很繁荣的状态 我们的读者人数也好 作家群体也好 特别是有影响力的作品 有影响力的作家都十分缺乏 所以说中国的科幻文学 还是有待于发展的这么一个状态 未来 杨权市将找准流量密码 发动数字引擎 在城市文化中融入更多科幻元素 科技元素 借助刘思新科幻文学馆 展示传播科幻文化 激发民众对科幻文学和科学知识的兴趣 吸引国内外科幻文学爱好者 学者 作家 前来参观 推动科幻文化的传播与发展 我希望科幻能给他们带来更多快乐 更多震撼 也能让他们用想象力 接触星空 拥抱未来 希望他们继续喜欢科幻 能看更多的科幻作品 能够关注更多的科幻影视 活动周期间 还将举办科幻文学赋能心智生产力主题对话会 中国作协百名作家进百校活动 进闪科幻科普作家座谈会 科幻文学笔会 科幻美术优秀作品展等系列活动